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啊最近呢广东队的一个转会事情呢在外界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关注 首先我们看到了周鹏啊他的一个队长呢已经在此前官宣加盟深圳队 而在最近呢那么赵瑞啊接下来的话也是宣布自己呢有可能要回归 所以实际上对于整个广东而言呢 新亚哥赛季的整体的格局呢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这些球员呢进进出出呢也将影响到整个广东的一些实力变化 而就在最近我们看到在赵瑞接下来有可能回归的一个情况就像了广东队的27岁的神射手 接下来也有可能了王者归来 所以对整个广东而言呢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接下来呢和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广东队的球迷看到这条视频 谢谢大家 我们在这里啊所说的一个神射手呢 其实大家应该也猜测到就是27岁的王兴凯了 我们知道在上一季开始之前呢 在几个月之前呢 其实王兴凯呢就已经是开始自己 新的球队的一些寻找寻找新东家进行发展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之前的话 他分别呢 视讯了西杯各大球队的天津 山东以及北空队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让他非常的失望 这三个球队呢都不打算留下他 所以实际上对王兴凯来说呢接下来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就是呢继续返回留在广东队 而接下来啊实际上如果说继续留在广东队接下来面临的一条路呢也就只有一个 就是呢面临 降薪流队 因为我们很清楚啊之所以说王兴凯这边要 外出寻找其他的一些发展呢 就是广东队这边整体和他的一些 合约谈判呢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这种为了能够寻找一份大合同的王兴凯才到外面的去寻找一个机会 那既然现在处处碰壁的话那么接下来呢确确实实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够认清现实 想要留在球队啊考虑到整个广东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情况了 也只有说 降低自己的一个薪水呢才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 而且从目前来看的王兴凯留下球队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其实也得到他本人以及 他的妻子的一个侧面证实 首先王兴凯在最近的一个社交平台当中呢是赛出了一张呢 自己 即将要回归的一个海报 除此之外呢有球迷在 他的老婆的一个社交账号当中留言问到这个消息呢他的老婆也确认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接下来啊实际上呢接下来就只差一个官宣就是广东队这边宣布了 王兴凯下个赛季会继续留在广东队 所以接下来对于整个广东而言呢这一次呢真的捡了一个 大便宜的王兴凯兜兜转转玉圈呢一方面认清了自己的一个商业价值也认清了现实 下个赛季呢能够更加努力更加踏实的 打好接下来个比赛争取有更好的表现提高自己的价值 那么另外一方面对整个广东而言呢接下来能够用 不一样的一个薪水得到王兴凯的话也确实呢捡了一个大便宜 所以在这里呢要恭喜一下都封也恭喜一下朱芳宇 从目前来看了王兴凯在最近两个赛季整体的表现确实不是特别出色 过往呢五个赛季呢他在广东效力的话上个赛季啊出场29场比赛了 场均上场15.2分钟得到4.2分1.8个篮板不算是很出色的一个数据 相比较 刚开始的几个赛季呢确实 表现的是逐渐在下降了 因此接下来呢对于朱啊对于这个王兴凯而言呢确确实实在新的赛季要好好努力的 既然说这一轮的一个市区呢让他自己看清楚自己的一个实力一般般 接下来呢更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一个水平 接下来啊接下来呢他的商业价值才能够得到提升 后续才有能够有机会来在广东这边拿到一份更好的合同 毕竟我们很清楚经济体育啊每一个球员都是 他的商业价值都是自己挣回来的 不是说跟随球队拿到几个冠军呢就证明你有多厉害 所以还是希望王兴凯能够脚踏实地继续努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线条球拜拜